政府以全新方式和市民互動 打頭鎮駕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 就著社企發展回應網民提問 有網民提及最低工資可能令大部分社企面臨結業 亦有人質問政府如何監察社企 整個直播答問環節歷時45分鐘 未能在直播時間內回答的問題 民政事務局會在網上綜合回覆 政府說之後會再就其他社會關注的議題 邀請政策局和部門代表出席和市民交流 香港歡頻電視機就在這段影片